泰国警方在一家寺庙内发现了300多具婴儿的尸体 等展开地毯时搜查时 又找到了1600多具已经腐烂发臭的婴儿尸体 事件一经报道 立刻在当地引发了巨大的舆论 这是发生在泰国的真实案件 而警方前前后后搜寻到的尸体 数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002个 十分的骇人听闻 随后警方将婴儿尸体装在塑料袋内 请来当地高僧为他们诵经超度 那么这些尸体又来自何处吗 原来泰国有个奇葩的规定 人工流产属于违法行为 那些年轻男女一旦偷失禁国 不小心怀上了的话 也只能到黑心诊所进行堕胎了 在如此脏乱差的环境里 没有专业的设备 也没有药物缓解疼痛 女孩被疼得死去活来 而这里的医生却早已见怪不怪 在一番手术之后 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就这么被取了出来 女人用垃圾袋将其装好 随意地丢在卫生间 而等到了夜里 她才骑着摩托车 将垃圾袋一同交给寺庙的保安 而保安接过之后 转头就丢进了露天亭试房 准备堆砌满了再统一焚烧 而这一天 小帅收到一个独家新闻 一个女孩在堕胎失败后身亡 手术的医生已经不知了去向 就连女孩的家属怎么也联系不上 就在小帅举起相机准备拍照时 相机里的女孩却突然睁开了双眼 小帅当场待在原地 还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可就在收工下班时 小帅再次看到袋子里的女士动了一下 这可把她吓得不轻 等到了下班回家 妻女温馨的场面 很快让小帅忘记了白天的事 一家三口也是其乐融融 只是最近女儿有些奇怪 总是喜欢一个人喃喃自语 还时常说身边有个弟弟 夫妻俩只是以为女儿太寂寞了 所以才出现了幻觉 他们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可接下来 更诡异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女孩躺在黑心诊所里准备堕胎 医生先是点燃了香拜了拜 随后便拿出手术前 没有麻药 也没有更多的设备 直接对着女孩身体一顿拉扯 在女孩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中 一个成型的胎儿就这么被娶出来了 看到眼前的一幕 女孩的闺蜜被吓得撒腿就跑 同一时间 小帅的女儿在房间里喃喃自语 母亲闻声感哀 不料女儿却指着床上的书包 说自己正在跟弟弟玩耍 这可把母亲吓坏了 她微微颤颤地打开了书包 而里面居然是一具血肉摩托的事 一时间女人的尖叫声响彻房间 等到小帅赶了过来 再次打开书包之后 里面的东西却变成了玩具摩托车 女儿说 这是和妈妈路过寺庙的时候 一个弟弟给他的 联想到女儿最近的异常举动 小帅不仅感到一丝不安 等到了第二天 他拿着玩具摩托车来到那个寺庙 原本人生鼎飞的寺庙此刻也是人烟罕至 小帅拿出相机刚想拍照 却被突然出现的保安大叔制止了 等回到了车上 小帅打开相机一看 自己竟然拍到了一个模糊的阴暗 他连忙安慰自己 应该是太紧张了产生的幻觉 在归还摩托车后 小帅匆忙地离开了 然而女儿的异常并没有就此消失 等到了深夜 妻子被一阵吵闹声惊醒 二人赶紧出门一看 女儿却突然消失了 他们当下四处寻找 却发现女儿站在阳台上 还说弟弟正在楼下等着他 而他要下去找弟弟 这可把夫妻俩吓出一身的冷汗 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 小帅在房间里装满了摄像机 可奇怪的是 只要他们一躺下 相机就会莫名地倒在地上 来来回回折腾了几次 小帅还是决定放弃了 等到醒来再一看 果不其然相机又倒下了 怎么想都很奇怪 而这天早上 妻子却突然浑身抽搐 小帅也被推倒在地上撞晕了过去 等到他醒来之后 女儿却离其失踪了 而那辆玩具摩托车 却再次出现在了家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觉醒来 发现自己在停尸间里 是中怎样的感受 这个女人就在经历这种情况 就连他的女儿也出现在了这里 他拼命地拍打着柜门呼救 而身后的死鹰堆里 却突然钻出一个男孩 男孩缓缓地朝女人爬去 这可把他给吓惨了 好在小帅听到了妻子的呼救 赶紧拿起木棍用力将门砸开 拼了命才从死鹰手里救出亲女 小帅赶忙抱着女儿一同安慰 可女儿却反问他为什么只爱姐姐一人 小帅听话呆着 赶紧回头望向妻子 而女儿此时却在妻子怀中 妻子也是一脸错愕地看着自己 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抱着一个血淋淋的死鹰 小帅被吓得跌入了水坑 瞬间便被死鹰团团包围 在拼命挣扎中 小帅才恍然大悟 原来几个月前 他出轨了一个女演员 还怀上了他的孩子 由于双方的特殊职业和地位 导致这个婴儿根本没有办法出生 于是他们来到黑心诊所 在打掉胎儿之后 将他丢进了这个停尸柜里 这个死鹰和其他死鹰一样 同样惨遭父母的抛弃 心中充满了怨念 所以决定复仇 诊所一生总能听见婴儿的哭声 而随后 他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 拿起前子狠狠插向了自己 而另一边 女明星也被一群死鹰纠缠 掉进了泳池 故事的最后 寺庙的保安也被抓了起来 警方也将死鹰全都妥善安置 这是发生在2010年泰国的真实事件 警方一共找到了2002具胎儿尸体 据不完全统计 泰国每天都有数千次非法堕胎在上演着 电影《殷尸》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发家致富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